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对不起 我自己的夜长 我自己背 师父 你背吧 慢慢背吧 哎呀 对不起 师父 怎么样来的 这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样我要念几多小房子 师父 你现在 我告诉你 你做梦看到过一个人吗 我不懂 但是我闭上眼睛有 有一个人 有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 对呀 对呀 就是前天 我梦到的时候 师父好像有跟我讲 但是我不记得 你现在知道没 好了 他现在找我了 你不给他念 哎呀 对不起 我给他念 我给他念 要几多张 师父 49张啊 49张啊 因为我已经帮他刷掉21张了 他还要明白吗 他还要 OK OK 我自己 我自己刷 我自己念 我自己刷 而且你还要念理佛 听得懂吗 否则他这两天让你腰痛腿痛 不怪的 对啊对啊 我最近也是不舒服 知道没就好了 是我自己的邀请者吗 还是怎样 是你的邀请者 我的邀请者好 对不起啊 我也跟他贪回了 如果我有做错是什么 他因为一到二十六 吃不看图腾 他们就先来找我吗 对不起师父 我让你头痛了 对不起师父 通到现在了 待会打完电话就好了 好 但是我自己的邀请我自己 给师父 还有跟 我自己念小房子给他 不要来找师父 对不起师父 你好好的念经吧 我会赶快念的了 师父 欠债要还 明白了吗 会的 我会的 这样 师父 我想你看看一下我的家里 因为 我家里的佛台 这是我爸爸的这个物质 他是五五年的羊 五五年的羊是吧 对 五五年的羊 五五年的羊 五五年代羊 五五年的羊 你家里房子里也有灵性 对 就是 有声音的 经常有声音啊 对 前天我还听到那个 那个歌的声音 看见了唱歌了是吧 不是他唱歌是我的音乐 有一个音乐盒这样子 但是他突然间翻译的时候啊 他有声音啊 一下子这样子 然后我就不要理他了 我就叫温馨菩萨跟师父 跟你讲了 怪不得了 你叫师父们 好了 他找我麻烦了 对不起啊师父 对不起啊师父 好了 赶快给他再念 49章之后 你再给 这个给他念 13章吧 这个加的就是13章啊 对啊 对啊 OKOK好 我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全部人也修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念的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13章你可以叫他们帮忙念 你们帮念 你身上那个灵性念49章 明白吗 师父 我身上的灵性 是我自己的邀请者是不是 还是我去度人那时候 是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 而且是你的情 感情方面的问题 过去的 欠的 在 past life还是这个 对啊 past life past life OK好 已经死掉了 明白了吗 好好好 看看 过去有没有人喜欢过你 后来死掉了 年纪大的 你小时候 还是很听话的 应该有这么一个男的 很喜欢你的 明白了吗 有啊有啊 有时候 是有啦 有人喜欢我的 对啊 但是我没有乱乱来的 是啊 没乱来嘛 人家一直爱你 爱你爱到死了 所以就爱爱爱到死了 对不起 还有师父 我想我想在这个时候 也想请问一下我的先生 他是80年的猴 他做他的事业 想问 80年的猴 现在事业不是太顺利 嗯 是咯 因为 现在走下坡路 过去有一段时间蛮好的 嗯 嗯 这样要怎么样 给他念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要念几多 你 你先生 他自己本身有念的 他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 他还没吃全素 但是他吃素 他还没有好像啊 那个咖喱跟阿尼塔还在吃的啊 这个这个 但是如果师父 你现在跟他讲 肉已经不吃了 他都 他不吃 他不吃肉了啊 如果师父跟他讲的话 他听这个录音啊 师父你 你开始给他听 你要叫他 他生意要好的话 因为学佛人的生意 如果你要好的话 你要跟菩萨放在一起的 嗯 你明白吗 如果他能够 能够想生意好 啊 好好听菩萨的话 吃全素 菩萨会从 吃全素 菩萨会从另外一方面帮助他的 你先生人挺好 慢有良心的 嗯 他是真的很好 他是一个很好的先生 也肯做 明白吗 嗯 对 他有时候做到半夜啊 对啊 做到半夜就是生意不好啊 听不懂啊 哦 就不要做到半夜 因为他是做电脑的 做这些 我知道 做到半夜嘛 就是因为 他自己还是吃荤的话 还是有问题的 你听得懂吗 哦 就是不可以 一定要出全素了 就干净了 吃得干净一点嘛 好了 嗯 好好好 我会跟他讲 我会给他知道 好啊 师父 我的莲花292 还在吗 292 呀 在在在 嗯 在哦 我OK吗 我我的 有些什么方面 我要啊 进步的 进步啊 就是晚上少吃点东西 哎呀 胖了 我很喜欢 人有点胖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很喜欢 晚上吃东西 晚上吃chips吗 吃那种 吃吃 大薯条 很喜欢啊 拿起来倒 煮销啊 面啊 倒着往嘴巴里倒 哈哈哈哈 哎呀 最后一点点也不浪费 厉害啊 师父 跟我们一个很像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父以前讲我很瘦 然后叫我吃多一点 啊 但是也不要叫你 也不要叫你这么 这么吃法的 是啊 是啊 好吧 是啊 师父真的很感恩你啊 师父你可不可以 加持 我们 扑斯观音堂 让我们可以 可以啊 蛮好啊 对 观音堂蛮好啊 好吧 嗯嗯 感恩师父感恩 也加持下我的家人 让我们一起学佛 可以啊 一起 有三年了一起学佛 好好的学佛 好 感恩师父感恩 师父还有可以跟我看一下 我的 我的先生 那个80年的侯 它的涂疼颜色是什么 然后它做生意那时候 可以顺利点 80年的侯是吧 啊 对 80年的侯 嗯 嗯 它的涂疼颜色 颜色 稍微有一点点偏生 基本上是白的 嗯 哦 它上面穿白了 对啊 对啊 OK好 嗯 那我呢 师父我是81年的侯 我的涂疼颜色 白的白的 你白猴 白的 对对对 好了 我懂 我有看过几只 OK好 好了好了 不能再讲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我我自己念 我自己夜张 我自己背 师父 谢谢你感恩 再见再见 多多保重哦 师父 好好睡觉啊 你 再见再见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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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呀 太早 你怕冬菜 鸡片打出了 哎呀 太早 打你做的妈妈 感情 师父啊 我想跟你 我是61年熟女的 我想教你 帮我看看身体 好吧 我先 先 先向师父 忏悔 哎呀 我之前 说了广度有言 我刚才听了你的那个 在欧洲的那个法会上 说的广度有言 我都没出 怎么出去度了 我妄语了 我打妄语了 我向菩萨妈妈 向恩师律 台长忏悔 对啊 台长 打妄语 我忏悔 我忏悔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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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顺利的 如果你打妄语 你会不顺利的 听得懂吗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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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 哎呀 菩萨妈妈 我这两天一直 想打卷 哎呦 我真的感恩 师父啊 你帮我看一下 我是61年属牛的 看看我的身体状况 我这最近一段时间 那个卤房这边 一直有点痛 我看起来 17年啊 属什么 61年属牛的 我看看啊 61年属牛的 哦 我主要是 右卤房哎 左边还是右边 哎呦 右卤房有 有 有黑气 我看看 左边 左边也有 右边也 哎 我左边这最近一直痛啊 对呀 左边就是靠 靠胸口这个地方 嗯 对对对 我之前一直胸口痛 我还以为是我心脏不好 对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是那个 因为前两天我做梦做的 我好像怀孕了 我过去我打开了孩子 对了 你帮我看看师父 对了 嗯 你还有两个孩子没朝处走 哦 那这个卤房是跟孩子 打开的孩子有关吗 有关系 有关系 那我之前我 我最近许了就是四十九张 给孩子打开的孩子 我大概念了二十张左右 还有三十张没有念 我在这两天一直在发紧念 那我现在看见有一个像 像猿人一样的 一个 一个人啊 就是长得有点像猿人 听得懂吗 哦 嗯 它在你的左卤房上面 但是呢 右卤房呢 是黑气 你要特别当心 你的 这个右卤房呢 你这个黑气的话 很容易长东西 那左卤房呢 是有点筋软 抽筋啊 就像人家 对对对对 时不时的就这样痛一下 时不时的这样痛一下 它不是一直痛的 它是时不时痛一下 然后呢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只是血液循环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会弄一下 实际上你去看为什么很多妇科啊 左卤房不好 好 一个啊 一个开刀了 好了 右卤房马上又坏掉了 其实你要记住了 它左卤房跟右卤房 它全部走的是一个血液 一定要当心 那我又卤房要紧啊 师傅 我要怎么化紧啊 师傅 你我觉得你应该念心经啊 多念一点 心经我现在功课每天四十九够啊 你这样啊 你大杯都念几遍 大杯都 大杯这功课都是四十九 好 保佑我父科胸部的平安 对 你现在 你现在还吃不吃树啊 吃全树啊 我已经那个 我从 我从去年 摄佛台之后 我就许愿吃树了 啊 那就好 你 你记住了 你千万不能让它发出来 一查出来 你就在消掉就比较难了 明白吗 哦 你现在赶紧要多念经 多念经之后呢 如果 啊 一个礼拜当中 慢慢慢慢慢慢 就会消退了 你能不能 哦 你能不能吃一些 吃一些 这个活血化鱼的 比方说 比方说单身片 你能吃吗 单身片 我现在一直在吃呀 因为我心脏不吃什么好吗 我一直在吃 吃几颗 我就是早上三颗 晚上三颗 哦 我看看啊 嗯 继续吧 没 就是因为你还吃了这个 还好一点 哦 好的 那我就是 你 你这个人 要多喝水啊 哦 好的 好吧 你缺水 缺得很厉害 哦 好的 还有就是你 什么事情不要着急呀 呃 我就是我 我是有点着急 我就着急 我怎么一直想 带几面小房子 我一直是这样子 不要着急 好吧 哦 哦 好的 那么师父 我就是说 我这个又跌的鲁房 要要要多少大小房子啊 等等 我帮你看看 有一个 前头留在前 前刘海的 但是不是很长的 一个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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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颧骨有点高 眼睛有点抠进去的 头有点 呃 圆的 嘴巴有点扁的 你有没有姐姐啊 什么 就是你的 一个女人像这种样子的死掉的有吗 好像没有啊 好像没有呀 别嘴 别嘴的有吗 那么年纪大一点的呢 别嘴的 嘴巴憋进去 年纪大一点的 别一点的 好像也没有呀 想不出 一直想不出 师父 嗯 就这个人在你身上 在你右鲁房上面 左鲁房 哦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一看 应该 没有 太大的问题 还没有什么癌症啊 没有什么 嗯 我告诉你 如果 如果流浓水了 或者流血水了 那就是 里边已经烂掉了 你听得懂了吗 哦 其实主要是右边鲁房有问题 是吧 右边鲁房是隐患 左边鲁房只是血液循环 不好 所以我希望你 不要去刺激他们 明白了吗 好好的 我不碰他的 好好的放松 啊 嗯 嗯 衣服不要穿得太紧 好吧 多喝水 而且要吃 要吃一些 六英丸啊 不是六英丸 再加上那个牛黄 牛黄 六英丸 你们一定要听我话 牛黄好的不得了 哦 但是问题呢 牛黄不能吃过超过两个礼拜 好了 我只能 那我牛黄 一天吃个几颗啊 两颗 上午两颗 一天吃两次 每一次两片 哦 上午两颗 晚上两颗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吃两个星期之后 停一个星期再吃 哦 好的 师傅 好吧 那么师傅 我这个右边鲁房 我要念小房子吗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六十四张 把这个人超读到六十四张 嗯 那就是我自己的要听者了 是啊 就是这个女的 嗯 哦 那么我之前就是一直平时念的小房子就是二十一张一波二十一张一波 还有几张没念完念完了之后 我马上去六十四张 他说 就是给自己的要听者 他说他的名字里边有一个花的 柜也不叫什么 他的名字当中啊 有个叫柜也不叫花的 柜或者花 啊 就是名字当中 你过世的 就是家里的奶奶啊 外婆啊 什么老人当中 有没有名字当中有个柜 或者有一个花的 柜或者花 嗯 没有 没有 你再想想清楚 好吧 好像没有 没有 家族里边你看一看 如果有 只要有这个字的就是这个人 那我现在六十四张就 给自己的要听者了 你就给他这个要听者啊 给他要听者 写我自己的名字的要听者 对对对 呃 你知道老师 你过去的老师有没有叫 什么柜花的 有什么柜 没有柜花的 我只有一个童子叫什么柜的 有的 是吧 死掉了没有 呃 走了 走掉了是吧 嗯 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短头发了 好像有点短头发 连有点大大的 对呀 啊 连皮肤比较粗的 他以前跟我一起 一起上班的 对呀 他帮 跟你两个人有一段时间 蛮好的呀 有一段时间蛮好 后来好像不怎么好了 好了 好了 就是他了 哈哈 那我 那我他的名字 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你不要记了 他就像你的要经者了 你再讲 谢谢我自己的要经者了 就是他了 是吧 嗯 好了 过两天 过两天你不念他就来看你了 他说 有吓死人了 我之前做梦到有 在去年的时候 我都没有学心灵反门的时候 经常做到他 后来学了心灵反门之后 那个梦记稍微好一点 你看见了吗 还有师傅 你现在知道 还有师傅 你现在知道了吧 呵呵 嗯 知道知道 真是真是 哎呦 真是如影随形 我真怕 嗯 师傅 你再帮我看看 我的夜上比例 多少 图屯颜色 24 哦 24 图屯颜色 数什么呢 61年数牛的 61年数牛的 图屯颜色 偏深色 偏深色是吧 嗯 我好像平时一直喜欢穿咖啡 穿黑色的 可以的吧 就这个可以 好了好了 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好了 师傅 你帮我看看 家里的佛才怎么样 师傅感恩你 感恩你 你们这些人 要不是师傅 帮着你们的话 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鬼来找你 你都不知道 真的 找了你好几次 你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知道了 师傅帮我看看 家里的佛才怎么样 几几年数什么呢 61年数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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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还可以 佛才来过吗 来过来过 感恩师傅 赶快乖一点 不要不还带 好的好的 我现在 开什么玩笑 你唱的时候 要针对性吗 给他念一点吧 给他念个四十九遍吧 好吧 四十九遍 就是针对这个胸部的 部位的是吧 对啊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搞你了 搞你了 还不懂 好了好了 我真正 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师傅 你身体保重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你一直在咳嗽 对啊 保重 我今天去放声 都为你放声了 谢谢 感恩 感恩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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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一定要保重的 我一定也一梦兴兴的 学习你反问 师傅 好好 好的好的 喂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 弟子给您请 谢谢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请师傅帮助一个同修 看一个1988年属龙的女孩子 1988年属龙的 请师傅看一下 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 这位同修上厕所 有很多的血块 我们要当心了 他最近杂念纷飞 是是是是 师傅 想的太多了 叫她的老公 不要让她情绪波动太大 他老公给她一点压力 我不知道什么压力 知道了师傅 好吧 可能是经济上吧 经济上 那师傅 他这个孩子应该没问题吧 这位师傅他现在就上厕所 那就是说 有那种就是说 那个一块一块的血块掉下来 有点 血块呢 应该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 完全是像剑红一样就掉了 明白吗 嗯 因为过去有人血块掉下来呢 有的是小小小小 小孩子的小胳膊小腿 就掉下来了 明白吗 但是呢 如果是一块块很小的话 应该不一定完全是这个 是我上次好像给他看过的这个人 是的 师傅 我现在马上就呈现出 上次给他看过 他的那个 他的子宫啊 非常不干净 不像人家很 不像人家很光滑的 嗯 所以非常 这些东西你知道 就是结婚之前 有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太多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你叫他要放松 要好好的全心全意 求菩萨保佑 嗯 千万不要想了太多 菩萨该给他的就给他了 现在呢 是的 现在我看的这个危险性还是有 百分之四十 但是呢 从现在目前来看 孩子在他肚子里还是全的 没问题 嗯 好吧 那那听了懂师傅 那师傅啊 就是说这位师兄的那个 宫颈口都关上了吗 他 就是不是太好呀 嗯 就是这个问题 啊 所以他才会出血 还不懂啊 嗯 明白师傅 就是没关上 一会关一会 没关上哈 我跟你说就是压力太大的女人 所以人家说孕妇了 你碰不得的了 不能让他有任何 思维上的刺激他 去讲啊 去什么 所以孕妇生气的话 孩子保不住呢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那师傅啊 那他的那个肠位跟结肠怎么样啊 属什么 啊 1988年属龙的 嗯 过去不大好 现在还过得去 嗯 你叫他多喝汤啊 嗯 多喝汤啊 哦 好的 他 他现在不宜吃太多的东西 嗯 我看他 我看他有时候嘴巴缠起来吃很多东西 是是是是 是师傅 嗯 因为因为叫他吃些营养的东西 因为你要知道 好的 小孩子在母胎里边呢 他吸收的营养完全靠母亲来的 嗯 所以他必须要增加 比平时母亲吃的营养多一倍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孩子生出来之后母亲就贪掉了 就是营养 营养都被孩子拿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那师傅啊 那他应该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红枣啊 莲子啊 红枣莲子 嗯 还有那个桂圆呢 他都要补了 哦 好的 好吧 那师傅啊 还有每天要吃鸡蛋 嗯 鸡蛋每天吃 嗯 还有嘛就是要叫他吃那个 那个 一个是补血的 还有 最好用那个 西洋生啊 啊 西洋生 炖炖那个 啊 放点冬瓜 冬瓜汤啊 放点西洋生在里面 也很好吃的 嗯 咸的 好的 感恩师傅 鲜鲜 感恩师傅 特别好吃 好的 感恩师傅 那师傅啊 这位师兄的那个功课应该怎么做啊 他现在是大悲咒十四遍 心经四十九遍 礼佛一遍 呃 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四十九啊 啊 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四十九 啊 嗯 啊 那礼佛呢 师傅 还是一遍吗 嗯 我看看啊 嗯 礼佛一遍吧 嗯 好的 好的 每天念四十九遍那个七佛灭绝证言 哦 好的 好吧 好的 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跟您讲 这位师兄对不对 去医院的时候那些医生都说了 保不住了 保不住了 最后呢 师傅过来加持 晚上菩萨过来看 才保到现在 师傅 哈哈哈哈 我就跟你讲了 你记住了 哈哈 你们啊 你们都不知道的 你师傅这个人呢 也不讲 反正呢 哪个孩子乖 哪个孩子听话 哪个孩子好好的学佛念经 像菩萨 师傅一定会帮助他 而且我会替他求菩萨保佑他 你记住 是师傅 咱师傅 我就这样的人 我上次我们悉尼一个小朋友 命肯定没有的 这种怪病啊 病房里的小孩子都死了 一个个都走掉了 就他了 我替他求啊 我替他磕头啊 人家爸爸妈妈 很认真的修行啊 爸爸妈妈老实的不得了啊 所以我就求啊 求得人家现在好得来 你知道吧 他全身的血全部换光 所以 是 他后来头发长出来 都是金黄色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金黄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换上去的血 全是澳大利亚人的血了 哦 所以他的头发就 血液一换的话 他头发就变成外国人的头发了 所以以后染都不要去染了 是师父 那师父啊 那现在呢 这位师兄的话 就叫他在家好好休息 放松心情 然后呢 好好保胎 然后呢 小房子一直念 你现在就是靠菩萨 帮他保的 他如果只要有一点点杂念 或者有一点点不好 或者看一点点黄色的东西 对不起 孩子马上掉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 还有叫他晚上 小便什么都要当心 起来人不要太用劲 平时放在床上要放松 叫他多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们就好了嘛 是是是 好吧 好的师父 那师父 最后请看一个1963年属兔子的女的 请师父看一下她的全身关节和内分泌 你看你改得了吧 女师父 你说一个人要改点毛病多难 女的 是是是是是 精英铜体 铜体系 还有女的呢 几几年呢 属什么呢 1963年属兔子的女的 女师兄 请看师父看一下她的全身关节和内分泌 内分泌失调 关节已经不好了 那师父应该怎么办呢 关节不好晒太阳 吃维他命D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心情不好 要想通 嗯 而且要记住了 内分泌失调 睡眠不稳定 是的 是的 一会睡得晚得了不得了 一会睡得早得不得了 对对对对对 师父说了对 师父说了对 跟他的情绪一样 一会好一会不好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那分泌应该怎么调节呢师父 那分泌应该怎么调节呢师父 那分泌应该睡觉准时呀 吃东西要准时 然后自己心情要平和 不要跟人家争 不要跟人家吵 心情平和那分泌就正常 如果经常吵架生气的话 那分泌就失调 好了好了不能再讲 好了知道了 感恩师父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他们也让他们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师父保住身体 师父再见 再见 心心相应 心耀清静 人和人之间要想相应的话 就是现在讲的 我理解你 你理解我 那么怎么样能够长期的理解呢 那么就要用心 来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 喂你好 喂 你好 你一九六六几年呢 一九一五年 六五年 数什么的 数舌的 数舌的是吧 我看看 你想看身体还是看什么 我看我们夫妻家人 为什么不会 是我院长的 等人 还是我把他救他的 给我看一下 你那个 那个 那个 你能告诉我 你先生数什么的吗 他说 季的 五七年的 你呢 我是一九一二五年的 数什么 我是舍的 舍 季 十五年 哦 哎 你们这几年都有冤结啊 嗯 什么冤结我也不知道 上辈子的 上辈子的 我日五日三学管车 对啊 我们相信行李法门好多年了 对啊 你现在要帮他念经了 你每天要帮他念心经啊 我给他那天 我给那个宋先生打电 我打开了七病大辈子 七病心经 嗯 一百零百病 姐姐的 就 睡觉变个 等级绳子 那可以吗 就是叫你 三病礼佛也 就是叫你念给你老公是吧 啊 对啊 嘿嘿嘿嘿嘿 从先生 从先生开的 错事不错 就是心经少了一点 心经 那怎么给他念二十一遍啊 我 哎呀 你要不是以前给他念二十一遍 早就两个人离掉了 听得懂吗 我一直给他念啊 但是你现在七病太少了呀 太少了加多少 还是二十一遍呀 还是二十一遍对吧 啊 你想想你过去给他念二十一遍的时候 他没有现在这么闹啊 对啊 心里太闹了他 太闹了嘛 你就是听了宋先生的七病嘛 你开始闹了呀 嘿嘿嘿 那我也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叫误导 所以以后不能乱开小房子 不能乱开的 这个东西真的是 那么你的电话太难打了呀 那就是这个就可以问的啊 那宋先生要叫他来问我的呀 他可以来问的呀 他直接给他给我开了呀 他直接开是吧 哦 他呢 你 哈哈哈 那个 你现在二十一遍心经给他继续念 哎 姐姐咒呢 宋先生讲的是对的 四十九遍 好吧 姐姐咒他是开了一百零八遍 他现在啊 他开了八十七遍 我说这么对的 我念的一百零八遍 我自己讲的 嗯 你这样 下次还可以嘛 你这样 你不要 姐姐咒不能念的太多的 太多啊 嗯太多了 嗯 那你可以嘛 你要听 听台长的话 就是说 我知道 心经多了呢 姐姐咒呢 就要成比例的稍微少一点 好 姐姐咒呢 如果心经不多的话呢 可以念多 要看两种的 一个是厄园 来了 还有一种呢 是现实报 来了 两个人过去 好几年了 已经他给我炒了好几年了 三年了 我知道 他主要 我讲话 你不要不开心啊 他外面 滑滑滑滑滑滑的 你听得懂 我知道 嗯 我跟你说了 我心里很明白的 你叫我看 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他 那你给我卡丝举举 我这个轮子打出来 给他听好不好 你呢 跟他讲 这个人呢 你这个老公呢 人嘛不坏的 过去跟你这么多年了 两个人呢 啊 这么多年感情 还是有的 只是呢 你先生现在呢 鬼迷清笑 听得懂吗 我知道 所以呢 你呢 自己也要改变呢 就是以后讲话呢 不要太直 不要太伤他 明白了吗 好 尤其吵架的时候呢 经常跟他说 你出去找好了 你找得到不了 你这种人 好了 男人很多都有逆反心理的 你越差他找不到 他就找个给你看看 过去吵架的时候 有些话要当心 听得懂吗 嗯 但是呢 他这样做呢 他也不会太厉害 呃 他现在呢 讲老实话也是 但是 我看他也是逢场做戏啊 明白了吗 我知道 啊 你呢 他知道家里还是靠你管着的 所以不想拔 那我给你讲 他一定要到外面到山东去 好不好去啊 我急死了 这个是有问题啊 那就是因为 因为一般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两年以上 那就比较麻烦了 两年以上 就是说 他这个缘分 不是他没有分开 我们也没有分开 是啊 就是不如说 他只对他姐姐姐里 老子外长外来的 把天姐他不为了吃饭 就是这几天 他要出门到山东去 好啦 我就跟你讲这句话 这就开始完了 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了 他到山东去 扩货 不可以给他是当工去的 哎呀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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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 你呢 有两种选择 嗯 一种嘛 你就当他去打工去 你一个人过嘛 也无所谓 那一个人过到无所谓 我也认为 那个女儿 年轻 老友 给你打电话的 那个老友的 那个女儿现在好多的 所以你不是妈妈教我的 咱教我们 我们可以发为 马来西亚来的 是啊 是啊 所以老妈妈 你现在不要着急啊 有菩萨保佑啊 好吧 对啊 我心里也不着急 就是要留带也不是 所以我都 就是不着急 所以心里就是 我手指都抖掉了 哎呦 给他弄掉 弄抖掉了 哦 被你老公把手指弄断了 嗯 现在不能当工了 挤死了我 哎呀 他打你啊 他老师要打我 他老师要骂我 嗯 嗯 我好巧巧给他讲 他老师要骂我 老师要打我 嗯 一直都在学是这样子 我乘着 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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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他只要不离婚 啊 那你就随他去 那么第二呢 他如果到山东去的话 就没人打你了 对不对啊 那你现在菩萨给你这个 临时的安排 就是让你先脱离一些苦海 那么如果你还要叫他 一定要在你身边的话 他继续会打你啊 骂你啊 继续吃苦 所以人就是永远看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讲话 你自己好好的掂量掂量 一切随缘吧 一切随缘吧 随缘听得懂吗 我知道了 好呢 好 随缘吧 先解脱一下 好吗 嗯 那么小王子可以多少 小王子你先念八十四张吧 他的要紧着 还是我的要紧着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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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要紧着 放生吗 我刚刚已经看了你 你前世欠他也不少 放生两千条鱼 慢慢放 好吧 你还是放那我自己的了 对对对 慢慢放 不要给他放 好吧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老妈妈 记住台长一句话 世界上一切随遇而安 来了 就平平安安的接受 菩萨 因为你有菩萨保佑的 所以不管什么来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听得懂了吗 你给我牵手举举举好不好 给我老公 他不学佛的人 最好没有什么开始的 等到他以后学佛了 有觉悟了再说吧 他能把你的手指都打断的话 这种男人你怎么开始啊 明白了吗 等到他以后苦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还会替他求 你还会哭 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好不好啊 好了 没时间了老妈妈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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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